賴世傑先生 為我們講關於設計的秘書 其實我還蠻立即被找來的 所以有一點還沒準備好我自己要講習 那我大概就從學生的時候開始教大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覺得做設計好像蠻有趣蠻有質感 但是其實沒有做設計的其實在台灣來說 我覺得還算蠻可憐的 就從學生的時候開始 可能從學生的時候開始老師 因為我是念父親美工畢業的 我可能不像大家一樣是大學畢業的 所以那時候我大概可以講大概就是 我在步行的那段時間的一些事情 然後那個時候的老師其實不像 我現在33歲 可能不像看起來還蠻年輕的這樣 然後那時候的老師他其實還蠻嚴格的 就是可能我們的作品沒有做好 或者是怎麼樣 可能一個白龜筆的出錯 他就會把你整張撕掉 然後所以這樣子到後來就造就 造就了就是那個 那個時候畢業的不行學生其實還算蠻厲害的 對 然後我在學生的時候我是念夜宵 然後我白天的時候是在澳美觀光公室做設計助理 然後到後來的時候 就剛好因為在澳美觀光公室做設計助理的關係 所以我在那段時間我學會了一些關於繪圖軟體 不然那個時代其實大部分都用手工作 包含飆社那些不好意思有點緊張 因為從退伍之後 退伍的時候當班長 可是退伍大概十年了 沒有在這麼多人的面前講過話 不好意思 然後對 然後再到後來的時候 我就去做了遊戲包裝 一直到遊戲包裝做完之後 做汽車雜誌 最後做Man's Woodrow 就是一本男生的時尚雜誌 然後在那邊的時候 就開始能夠去做到一些我自己想要做的東西 對 然後我的大概一些 作品的風格就開始稍微有一些改變 對 然後那個 我起壓到 這個是這個是 前一陣子突然就有一些蠻突發奇想的東西 因為那時候我跟一個 一間他算是做 他是做矽膠的 可是因為他那一 因為那個主編 他以前是L的主編 所以他就 他喜歡的東西是比較偏藝術類 可是他去做矽膠的那種 就是公司內的那種社內刊物 所以他會希望他的東西出來的質感 還是能夠像 他以前在L 在Vogue那些比較時尚雜誌的那種質感 然後我就幫他提了一個東西 是十二星座的東西 對 然後目前我做到 我做了三個星座而已 這是第一個星座叫母羊座 因為我一直覺得 母羊座的人 他們是一種 還蠻 蠻單純 但是卻還蠻有英雄主義的那一種人 然後所以我就把他設定為 他是一個 他是唐吉科德 然後他想要挑戰他後面的那個風車 就跟唐吉空德科德裡面的故事其實是一樣 只是他因為他原本的那一加工 就是我合作對付的客戶 他是比較就是做矽膠 比較科技類的東西 他本來就融入一些科技的元素進去 然後我有試過把他的矽膠的那些 隔熱的東西啊 防水的東西啊 或者是像是一些藥劑之類的 硬把它塞進去 可是出來的東西真的是非常的恐怖 恐怖到一個 自己都不敢交出去那種感覺 後來結果 後來結果我就 把它稍微改了一下 加了一點點的 一樣是有一些科技的元素進去 然後把這個東西提給他 他就覺得還不錯 然後 對就開始一系列的東西 這是第一 這是第一個東西 第一章 他是我們想做 然後到第二章的時候 我提給他的是金牛座的東西 對 然後我覺得金牛座 金牛座的人 其實他還蠻 中規中矩的 可能感覺沒什麼脾氣 因為其實我姐就是金牛座 他常常跟我說 他是一個沒有感覺的人 所以他吃東西可能 不是非常好吃 或者是他去了什麼地方 不是非常漂亮 他回來就會跟我說還好 到他有一天他跟我說 這個東西好好吃 那我就一定回去吃 沒有 那表現那個東西真的非常好吃 對 然後 對 因為曾經有一次 我記得 講一些題外話 好了 不然我沒有做音講 剛剛就講題外 因為我記得我那時候 我當兵的時候 然後 當兵的時候 我在座 不知道有沒有 還沒當兵吧 因為當兵都是大學生嘛 對不對 對 因為當兵的時候 他有一個地方是銀站 然後 阿兵哥都常常偷溜去那邊 買一些東西回家 或者買回那個 寢室吃這樣子 或者是買煙啊 之類的 然後我就 到我休假那個時候 我就偷溜去那地方 就買了一包 那種很小很小的那種 有點像棉花糖 可是又有點像是 那個 像麻糬 台語叫麻糬 麻糬的東西 然後就那天剛好休假 我就順便把他帶回家 帶在車上吃 然後到了 回到家裡之後 我就放在桌上 結果後來 我出來的時候 你怎麼少了一大半 我就問我姐 我姐就說他吃掉了 我就覺得說 那這個東西已經真的非常好吃 因為他是一個無感的人 他居然都說 他居然可以把他吃掉一半 那表示這個東西很好吃 然後所以我就會覺得 金牛座的人 應當是 就像時鐘 他中規中規的 在走他的每一步 跟每一分鐘 所以我想到的 就是這樣的畫面 然後有時候 有時候不知道 就會突然 對話 或者是逛一些地方 就會看到一些畫面 那時候 我一直想著金牛座 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那時候我就看到這樣的畫面 我就把它做出來 對 然後再到下一張 這個也一樣是剛剛那個西郊公司的 聖殿看屋的封面 對 然後再到下一張是雙魚 雙魚座 就有點倒著走 因為那時候大家會問我說 大家會問我說 為什麼你造的 造的星座走 應該當是牡羊座 金牛再來是雙魚座 對不對 然後可是 為什麼倒著走回去 我自己也不知道 因為那個也是 突然就做一做的時候 就覺得說 欸 我看到一個很 還不錯的畫面 那個畫面 好適合雙魚座 一點也不適合雙魚座 然後結果我就做了這個 然後老闆也是問我說 為什麼倒著走 然後我大概就回答他 就漂亮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對 然後這是我 每 算是 每三個月會合作一次的客戶做的東西 然後我提給他 後面是以星座的方式去提給他東西 那再下一張一張就是真的會做雙子座 好 然後 這是 這個主題它叫做它是世紀 因為在那個 我以前有看過一個作家 他叫泰格 他寫了一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都還蠻有味道的 然後我自己做了一個作品之後 我會在作品的旁邊配上一些文 屬於那一個東西的情境文字 對 那這些東西其實是泰格寫的東西 像生如下畫 是去那十五秋一直進門 我覺得這句話其實還蠻漂亮 然後所以它讓我想到的感覺是春天 然後我就做了春天的感覺 對 然後再來下一個東西 下一張是夏天 那夏天給我的感覺 除了就是海邊 然後 很多 很多 妹啊 之類的 就很多筆記面 你的啦 妹或者之類的那些東西 然後就是可以曬曬太陽 然後做海邊 什麼事都不想 也不用去擔心 等一下客戶要打電話來催稿之類的東西 然後 所以 就做了夏天的感覺 然後他搭上的文字 也一樣是泰格爾的其中的一句詩 是週間之花落下 他那遺忘的花板 在黃文中成熟為一顆記憶的經過 那這我也覺得還蠻美的 所以就做了 夏天 那同樣的後面 它是秋天的東西 然後 一樣是配上泰格爾的詩 是世界對著他的愛人 把他浩瀚的面具揭曉 他變小了 小了一首歌 小了一回永 狠的接吻 對 最後是冬天的 我這樣轉太快了 你會不會來一起看 還是你們根本沒想想看 呵呵 沒有世界我要看嗎 有 OK 好 然後這一張是冬天 其實我最早一開始 冬天的時候 我還想不到我自己要做什麼 只是有一天我看到 我看到一張相片 是一個女生在哭的相片 然後我就覺得這一張相片 的眼淚好像冰寬 我就覺得他其實他還蠻有冬天的感覺 然後 然後剛好又看到泰格爾這個詩 我就覺得這樣子 畫面組得起來是比較OK的 其實春夏秋冬這四張 他比較偏 就是感覺 那你要說他有一個故事的話 可能 接下來後面的東西 我比較能夠去敘述我當時的故事給你們聽 對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稍微有故事的東西 這是2008年的時候 我參加 Afton創意打野大賽 亞洲區的優選的作品 然後他有在 新一成品展過 也有在三彩的創意師集的1097 登出的 然後這一張他的主題叫做原聲 那時候 那時候其實是 剛分手 對 然後那時候 因為陽明山每年有海域記 對 然後就那個 嗯 就去 那時候是跟他去 就是跟我 前那個 那個 陽明山看那個 海域的時候 然後我看到 覺得一整面的花海 其實他真的很漂亮 然後 再到後來的時候 分手的時候 那就覺得 對我來講 嗯 可能剛開始會覺得有點不開心 照理說他出來的顏色 應該是非常的灰摸摸很會愛 可是我又覺得說 然後 好像過了一個時間點 可能一個月 半個月 半個月 半個月之後 那種感覺好像不見了 就算你看到他 你會覺得像朋友一樣 那對我來講 不是一種解脫 所以我想到的 就是除了繽紛的畫面之外 然後 還有煙火 可是最終都會回歸於 一片落葉 對 然後所以這一個 這一幅叫做主題 這一幅的主題 就叫做原聲 就是 嗯 一種回歸的感覺 對 然後這張其實 這張可能是我這輩子做過最大的作品 但是這在這上面可能看不出來 但實際上 他有七成肉那麼高 對 然後他在 他在成大藝術 他是我幫成大藝術中心做的東西 對 就是成大藝術中心第八階藝文記的主視覺 對 然後那時候 就可能 因緣的機會吧 可能就因為他太大張了 去的人都剛好有看到 然後就被那個 內湖那邊有一家叫做數位內容學院 他就把這一 他就當時就請我去參加他們十一月的特展 對 然後就在那個二零八年的時候在 總共在南港園區展出 一個月那麼長 然後後來 因為那個三才的那個創意詩集 他看到了這一張之後 然後 就請我把這一張借給他在 借給他 登在他們的那個1067上面 然後之後還在 去年吧 去年的三月在西門町也有展過 我新鮮店有一家叫做新意雨店 在那個 元老百貨的 那個是F121吧 的那個 斜對面有家旅館 那家旅館他常跟做設計人合作 然後在那邊也有展出過 然後他這個東西是 就是 喔 我真的譬如說 那時候跟那一個在一起的時候 真的是還蠻常常常出去 所以常常會有一些奇怪怪的東西跑出來 那時候也是 陳大藝術中心 他找我 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那時候我完全沒有想法 我完全想到 這個東西到底要做什麼 因為他的主題 啊 時間已經到了嗎 那還要繼續嗎 那我收工喔 有點無聊對不對 好啊 那我快速把它講完吧 好啊 好啊 這是網頁設計的部分 對 這個在西門町那個媽祖廟旁邊 那一家 咖啡廳 然後幫我們做個網頁設計 然後這是我幫LB做的東西 對 然後 對 幫LB做了兩年 對 然後這個是 幫Mansu No提 本叫行男家去生活的別車的東西 然後這是好壓表的廣邊 我做東西的話 如果是插畫類的東西的話 它也是會比較像是平貼的東西 可是我排版的時候 我也習慣把東西拆解掉之後 再重新組合 然後變成一個是新的畫面 我不會就是可能公共只能怎樣去放 因為覺得那個用我的牌子 就不用做實際 是這樣 好 然後這是最近的東西 這一張是 《會議日報》大概在 《會議日報》找我合作 他們的專案一年 在今年的7月5號開始 然後每兩週會在他們的一文版上開出 對 然後這是我寫的 可能時間不夠了 再跳過去好了 然後這個是一些 可能有點就是 不知道 就會有時候就突然 閃過這樣子很奇怪的集合圖形 然後可能我在做某件事情 它就會閃過這些集合圖形 那有時候可能像 有時候我去想要去 那時候四月的時候很流行 四五月很流行 墾丁春娜的時候 然後我就還蠻想要去墾丁春娜 然後我就閃過那樣 大概像海洋的 更漩渦的畫面 然後還有一陣子還蠻流行 就是那種照相機 就是數位攝影 好多人都喜歡拍 直到那個智慧型手機出之後 大家就拿那個直接拍食物這樣 然後那陣子我就剛好就看到那樣東西 就大概是這樣 好的